我支持不管是身為立法委員還是明代 就一定有追查的必要 但是我相信大家也看到 外交部在提告過程裡面 到底有沒有夾帶私人院 這個方相信大家都看得非常清楚 我當然也支持在現行制度 有一些不合理的地方 或是不完善的地方 不完善的制度 我也希望大家或許在立法院 或在國會裡面 去進行完善的討論跟改變 那我相信認識家凱 認識我的人都知道說 我的個性在自己遇到問題的時候 我會在第一時間反省跟檢討自己